北京田芽的包法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種 我這樣包得不可以嗎? 好像玫瑰沙 現在是一種很快的食法 我這樣 這樣挺方便 我試試看 今天我們來這間餐廳 叫成中鴨子 是 我當然要吃鴨 我看見有薯片 下面是薯片, 中間是啫喱 真正的鴨子就是鴨皮 鴨皮下面還有少許師傅秘製的醬料 所以味道就很好 這個我很期待 我已經看了它很久了 為了公平起見, 有鴨也有雞 這個雞, 你看上來 別人以為是焦麻雞 好像是四川那些 其實不是 下面的醬是青醬 下面是凸薯片 牛油果 這兩個都是腩膀 所以成中鴨子 我們先吃了成中鴨皮 好 它下面有沙律醬黏著 我喜歡看中間的桂花糕 是晶瑩通透, 金黃色 而且表面上也有桂花 對, 所以我覺得它很小 所以你先試一下味道 聞到鴨皮的香味 聞到 而且中間有少許桂花味 桂花味道很清新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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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好多的口感 在我口裡 嗯 這個形容的口感 是好像放煙花一樣 是, 很豐富 有脆, 有硬, 有香 又有透明的那些感覺 是 水晶一樣 而且我很欣賞 因為我最喜歡一些 很有創意的菜式 剛才我們聽說薯片 我都看真點 是不是真的薯片來的 但又真的 那, 你喜歡吃雞 嗯, 我要 我給你一次這個 牛油果白切雞 這個真是 又是意想不到的配搭 又是一個冷盤 白切雞是 如果外省菜裡面 是一個頭盤 它原本是一個很清 皮很爽的感覺 你加了這個牛油果醬 忽然間就濃郁了 我剛才吃了一塊白切雞 我想說平時我吃白切雞 多數都是配蔥油的 但剛才我蘸了這個牛油果醬 我覺得反而更加奶油 我的口感 就好像吃意粉那種醬 是裹著一塊雞 所以我吃下去的時候 在常識裡面告訴我們 是 如果白切雞要奶油 是不對的 嗯 即雞那些… 想像不到本身 想像不到 因為雞應該是脆的 是鮮的 你做了一塊酸酸的醬 在那裡 有什麼影響呢 它又不是辣椒醬 它又不是豆瓣醬 但它是用牛油果醬 真的想不到 好像是西菜中食 或者是中菜西食 所以非常適合這個Fusion的潮流 是的 好的 這個挺有趣的 是 這個是沙鍋 裡面打開後 你會看到有雲吞 像平時的沙鍋雞 即雲吞雞 沙鍋雲吞雞 原本是常開送裡面的名菜 是 但這裡因為以鴨為主 所以雞就變成鴨 裡面有烤鴨 我連湯裡面也有些鴨皮 其實它的顏色比沙鍋雞 沙鍋雞是白色的 這裡鴨皮有顏色 是很香的 它的湯也很濃 湯這麼濃 你一看就知道 你平時去吃北京田鴨 那就是鴨殼 鴨殼是煲湯的 這個其實就是鴨殼煲出來的湯 所以才有這些濃郁的色澤 就是把所有鴨的精華放在湯裡 對, 骨裡面就煲出來 我發覺這裡的菜 每一樣東西都有驚喜 每一樣東西都有一點顛覆了 我們本身想這個菜應該是怎樣 它就變成另一個樣子 對, 創新的 對, 很有創意 對 這個很好吃 吃魚了, 先喝一口白酒 好 對 這間店真的挺有趣的 對, 因為這個酸菜魚 別人就不會想到這個湯裡面 因為它是酸辣 是 麻, 不會有一點點甜味 這個魚裡面 你待會吃到一點點甜味 因為它裡面就放了一點南瓜汁 南瓜餃成 這個我也是想不到的 是想不到的, 是的 那這些辣椒就是四川來的 叫做胰筋條 是 即是幼的長的胰筋條 加上酸菜 最主角當然是魚 它多數用淡水魚 OK 即使你玩魚也可以 一般來說是用桂花魚 OK 但這裡不同 這裡它用黑魚 更高級一點 那些黑魚 淡水魚 黑魚除了它的肉質好 容易入味、鮮甜 而且我想說魚 很滑 對, 很滑 這個真的是一流 好吃 一條都沒有, 好吃 如果吃得辣 你還可以吃一個豆腐泡 湯裡面的精華 它的熟味比魚肉更厲害 還有它的酸辣 這個湯裡面 你吃到的是清辣 那個辣是辣 但入到它是清的 清新的 你感覺到辣 但你不是令到口腔像著火 就是這樣 李先生 我經常想打卡這個片皮 但我又在想 這個片皮 究竟如何拍攝 才可以最棒的角度 這些片皮 如果你要拍攝 看你的表達什麼 它的質感 它的光澤 如果它有光澤 你就會純光拍攝 譬如我們這裡 那邊是光來的 我們有自然光 自然光拍攝出來 所以你拍攝的時候 盡量純光 不要逆光 但你如果有時 會想強調一些質感 那你就在這裡拍攝 逆光拍攝過去 它的質感是深層一點 但是那個立體感會強一點 純光的立體感就未必有這麼強 剛才我們有額皮 下面有桂花膏 那些你如果想表示桂花膏的透明 你就可以逆光拍攝過去 你看看 這裡會有青瓜 蔥芯 大蔥的芯 醬是不能缺少的 對 我很喜歡吃拔堅田芽 那你平時多不多吃嗎 我多的 反而我有幾個女生朋友都喜歡吃 但是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田芽可以很大隻 有時我們只有三個女生 根本都吃不完 但我知道這裡原來可以點只半隻鴨 對… 就是我跟女生朋友來了 就不用浪費 對… 這個真的很方便吃客人 我吃北京鴨喜歡吃肥一點 因為肥就會滋潤 那為什麼北京叫田鴨呢 就是以前養鴨是田肥的 所以肥不可以忽略 我也是喜歡辣皮夠脆 又夠嫩 但我也是喜歡那層少少的脂肪 不可以太多 但是有少少的脂肪 一定要有 這樣才夠汁 對 紅女生吃飯都要甜品 對 那這個甜品是… 挺有趣的 炸芒果雪糕 怎麼樣 我覺得它連到最後甜品 都是給我們一個驚喜 因為我沒想過原來酥皮 這樣配合芒果雪糕 整件事都挺配的 而且平時我們吃飯 可能最後甜品 最多一口芒果雪糕 很少會加那麼多功夫 又酥皮又朱古力醬又渣 所以吃得很滿足 對… 還有今天有成宗菜籽 陪我吃成宗鴨子 所以一流 這是麥蘭雞 對 你先好笑嗎 不是 最重要是沒有成宗台紙 變成宗鴨子 不會 你陪我吃 不可以變成鴨子 陪我吃 好吧 拜託 去陪我吃 好的 好吧 ,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